这是明慧广播电台 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题目是 一朝结缘永生相伴 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31日 我现在是一位独修的大法弟子 我每当看到同修们的交流文章 说实话 在我这个境界 我都有一份羡慕而又孤独的感觉 羡慕大家能一起学法 一起切磋 一起讲真相 我像一只诗群的大雁 很想找到本地的同修 我是1997年 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得法的 我们村有个辅导站 和几个同学就去了 当初最能让我坚持学下去的 是转法伦理的几段话 你要修成就得到了 没有那辈子是了 等 就这样 每星期天都去练功点学法练功 到后来才真正明白大法的博大 等到上了初中 由于学习的紧张 就慢慢放松了修炼 到了1999年暑假 我从收音机中得知 中共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了 本来这一年多 就渐渐忽略了学法 再加上邪党的谎言 欺骗世人 家里开始反对 不让我学法了 初三 我去县城复读 彻底摆脱了家里的束缚 抽烟 旷客 打架 一发不可收拾 最终 因参与了一桩刑事案件 被判刑13年 即使我都下滑到这般禁地了 慈悲的师父也没有放弃弟子 刚进看守所 师父就安排了同修 进了我所在的监事 这位同修给我讲了外面大法的情况 并鼓励我要做好人 不要放弃修炼 我在监狱服刑的最后两年 竟然让我遇到了我们村 原来的辅导站的站长 他是因为邪党迫害 被冤判十年 竟然在监狱也能让我遇到他 他给了我师父的经文 还交代我发正念 真是冥冥中 师父一直在看护着我这不争气的弟子 出狱后 再次迷入凡尘 伟大慈悲的师父 再次把我推向正道 十年的与世隔绝 让我很迷茫 为了生活 一头又扎入凡尘 2012年 在山东遇到了蒋真相的大姨 我做了三退 大姨又送我一本宝书 转法轮 由于自己迷得太深 一直被干扰 没有时间看书 全心又投入到常人的生活中去 即使这样 师父也没有放弃弟子 在十年后的一天 师父安排了人 让我学会了翻墙 出翻墙时 都是看些常人的视频 有一天 心血来潮 想起以前的同修说过明慧网 我想着打开看看吧 就很顺利地打开了 首先看到了那么亲切的法轮 还有右面师父的法相 还有许多从没看过的新经文 我当时热血沸腾 感到又回到了师父的怀抱 后来 我在技术论坛 下载了我们自己的翻墙软件 是师父安排的这一切 是师父的伟大慈悲 是师父再次给了弟子新的机会 写到这 泪水已止不住地往下流 拿出宝书 对着师父 叩头申谢 弟子只有勇猛精进实修 做好三件事 来报师恩 在这神圣节日来临之际 特在此感谢师父的哄恩 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题目是 回忆大学里的练功点 作者吉林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 2024年5月29日 在513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 我不由地想起90年代大法红船时 我就读的大学的练功点 在此回忆出同修们的点点滴滴 见证法轮功给人带来的神奇 因众所周知的原因 以下提到的姓氏均为化名 1.有元人陆续得法 首先说说黄老师 我们管他叫黄阿姨 当年他年近60岁 是最早在这个大学里练功的人 黄老师是这个大学里的教师 因为患有严重的心脏病 早就不能工作了 卧病在床 家里就放着氧气瓶 还经常被送到医院抢救 他家生活小区院里就有菜市场 走路只需要两分钟 可是他拎着两斤的菜 中途都要歇好几次 身体就弱到这种程度 1994年的一天 黄老师的病友 另一大学的教授 到黄老师家拜访 说自己练了法轮功 感觉身体很好 再也不用经常住院抢救了 教授给黄老师带来一本书 法轮功 并简单教了他练功动作后就走了 黄老师拿起这本书来 不知为何头疼得无法读下去 但却能听到有声音在给他读 他后来才知道 是大法师傅的声音 书中有教功的图示和说明 他就照着图练功 黄老师身体虚弱 虽然一三四套功法 每套十分钟左右 他也不能一口气练完 就分开练 练一套歇一会儿 就这样一天能练完五套功法 当时黄老师还吃着药 几个月后 他的身体渐渐地恢复了 等到来年开春 黄老师感觉有体力出去活动了 就到校园里的一块草坪沉练 当时正是气功热 校园里有很多练别的功的人 有几个老太太经常从黄老师身边走过 感觉她周围的场非常好 就问她练的什么功 黄老师就给老太太们介绍 慢慢地 这几个老太太也跟着她练了 不学其他功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 黄老师不用吃药了 她身体完全恢复 头发乌黑 人也精神了 气色也好了 百里透红 原来不能干的家务活 又重新担了起来 她的丈夫和儿子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 这样黄老师建立了校园里第一个练功点 她每天拎着自己买的录音机 到练功点给大家播放练功音乐 学校医院里有一位张医生 黄老师曾经是她的老病号 有一天张医生在校园里碰到了黄老师 看到她的精神状态非常惊讶 就问 你怎么不来看病了 黄老师讲她练法轮功后 身体恢复了健康 张医生感到很不可思议 一个气功 怎么能治好医院都治不了的病呢 但是 活生生的事实就摆在眼前 这个老病号原来身体是什么状态 她是最了解的 现在她是这么健康 精神这么好 张医生从小接受的无神论观念 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巧的是 张医生在美国哈佛大学上学的女儿 给妈妈爸爸寄来一封信 大意是说 我从小到大没有服过水 可是法轮功让我无比叹服 她向父母推荐法轮功 张医生的丈夫是大学生物系的教授 黄老师的变化和女儿的信 使这个生物学教授也在思考 她说 科学界对达尔文的进化论 一直是有争议的 因为从猴子转变成人的中间环节 一直没有找到 于是 张医生和丈夫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来到校园练功点练功 从一点点的体会 到领悟到大法的法理 他们开始了真正的修炼 黄老师的巨大变化 让学校里很多人目睹了法轮功 去病健身的奇迹 也纷纷来到了练功点 学校的后勤科长当时四十岁左右 患有糖尿病 练功之后病好了 还有一位中职机关退休的干部 当时六十多岁 原来也患有糖尿病 他来到校园练功点练功 糖尿病也好了 在练功点上 他俩在一起聊以前 得糖尿病的种种难处 比如水果不让吃 粥不能喝 甜食不能吃 每顿米饭 限量只能吃二两 饿得肚子咕咕叫 经常处于挨饿的状态 而练功后好了 现在什么都敢吃了 他们一边回忆 一边开心地哈哈笑着 那是重拾健康的幸福的笑声 练功点上有一位男工友 当时五十多岁 他从五岁起得了哮喘 遭了很多罪 他的姐姐学练了法轮功后 觉得非常好 推荐给他 他也开始练 但是开始两个月 哮喘症状显得非常严重 他的妻子阻止他修炼 但是他的姐姐明白 这是师父在给消夜 鼓励他坚持练下去 并且陪着照顾他 经过艰难的两个月 他四十几年的哮喘病 被跟除了 从此再也没犯过 彻底好了 他在苗圃上班 每天骑车两小时到苗圃 下班再骑两个小时回家 一身轻松 心情愉快 练功点还有一对老年夫妇 当时都是七十多岁 也是看到黄老师的变化 来学功的 妻子退休前 在这个大学的图书馆工作 老伴是退休干部 夫妻俩都经历过 中共历次的政治运动 两人默默地来 不怎么和别人说话 有一次练功后 妻子讲了这么一件事 有一天 他有事准备出门 推开门 发现门口有一堆屎 不知是谁弄的 他们住楼房 老伴正想大声质问 妻子给他打了个手势 不让他声张 他说 现在练功了 遇事得忍 没什么大事 打扫干净就行了 他就自己处理了 老太太花白的头发 圆圆的脸 她在讲这件事时 是那么平和 面带笑意 忍得那么心平气和 练功点还有一对母女 妈妈是大学里 校办企业的工程师 很有能力 为公司做出很多贡献 女儿当时在这个大学里读书 是班里的班长 她学习优秀 笔记工整 考试前 同学都借她的笔记看 她善良纯净 欲是为同学着想 老师同学都喜欢她 当法轮大法遭迫害后 系里因她坚定修炼 曾经取消了她应得的奖学金 但是她的同学为她抱不平 第二年帮助她顺利地拿到了奖学金 这也印证了大法师傅 在赚法伦里讲的 是你的东西不丢 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的法理 写到这里 她那含笑善良的眼眸 穿着裙子的可爱模样 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 一位年轻的姐姐 当时二十多岁吧 大学毕业 她骨骨头坏死 不能走路 练功之后恢复了健康 有一次练功后 她描述了练功时看到的一幕 一个男子勾引她的画面出现在眼前 她感到厌恶 非常排斥 画面消失了 紧接着她看到师傅的大法身 出现在上方 非常庄严神圣 空中有天女散花 她悟道 这是师傅对她的鼓励 她刚才过好了一关 二 练功点是一片净土 1995年的秋天 这间大学迎来了就读新生 他们有的在家乡就开始练法轮功 入学后也加入了校园的练功点 那时人数不过十几人 等到第二年 也就是1996年的春天 人数增加至五十多人 到了秋天 增加至一百人左右 为了方便大家练功 除了晨练外 还增加了一次晚上练功 方便白天上班 没有时间晨练的人 黄老师喜悦地 看着身边多了一个又一个工友 他关照着每一个人 也经常邀请我们这些学生 在晨练后到他家吃面条 共同学法交流 当时练功点选在校园小路旁的一块草坪空地 后来人多了 站不下 就改到小路对面 树林里的一块更大的空地 这里 秋天的落叶 冬天的积雪 早来的学员 会自觉地打扫地面 给大家一个干净的练功环境 练功点 有一位王阿姨 五十多岁 非常热情 乐于助人 原来是黄老师拎着录音机到练功点 后来王阿姨主动提出义武拎录音机 为了不耽误大家练功 提录音机的人必须早来 王阿姨每天很早就到 和其他早来练功的学员 一起打扫场地 在人们三三两两来到练功点时 他们早已经干完活了 为了避免意外情况 记得当时除了这位王阿姨 还有另外的工友 也备有录音机 法轮功注重修心性 所以 看书明白法理很重要 为了帮助学工的人 深入了解法轮功 练功点有时举办九天的讲法班 那时师父已经去国外传法 讲法班是播放师父的讲法录像 这就涉及到找场地的问题 练功点有一位同修 四十多岁 高高的壮壮的 是某单位的部门负责人 他人缘很好 能租到单位的大礼堂 而且费用都是他一个人自愿支付 不让大家出钱 他为方便大家学法 做了很多好事 来咨询法轮功功法的人越来越多 王老师就自己找时间练功 大家练功时 他就专门给有兴趣的过路人 介绍法轮功 如果有想学功的 学生学员义务教功 那时大法书转法轮 和大法师父讲法录音带录像带 共不应求 练功点的老学员 常常自己垫付钱多买几套 如有想了解功法的就借给人 不想学就送回来 看过之后想学的 就留下不用还了 如果人家执意给钱 就只需要付购买时的原价 学员在练功点的高尚行为 感染着人 大家比学比修 正如大法师父在精进要指 环境中所说的 大法弟子在这个环境中 所形成的高境界的行为 包括一言一行 能使人认识到自己的不足 能使人找到差距 能感动人 能熔炼人的行为 能使人提高得更快 只要练功音乐一想 不管刚才干着什么 聊天的 溜达的 立刻静下来 静静地站在那里 准备练功 没有人管理 大家都是这么自觉 交流时 大家都在聊 怎么做得更好 做更好的人 发生矛盾了 是自己哪里不好 所有的人都善良 平和 面带微笑 那种纯净 真的是一块净土 真如大法师父在 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的 大家在修炼当中 都知道我们这个环境非常好 在练功点上 大家可以敞开心扉的 畅所欲言 这在人类社会任何一个场所都不可能 所以每个学员都会感受到 只要到大法的练功点 就觉得走进了一块净土 走进了一块最神圣的地方 人们都互相的 你关心着我 我关心着你 这在人类的任何一个环境中都是找不到的 为什么能这样呢 就是大法弟子每个人都在修炼自己 出现问题 出现矛盾 大家都在查自己的原因 是不是自己做得不好造成的 这所大学经常有游览的人 有一次我们正在练功 小路上走过来几个人 其中一个年轻人问 这是什么功 他还兴奋地告诉我们 他看到一片红光照着 场非常好 随着法轮功的红船 来练功点的人越来越多 树林里的练功点也装不下那么多人了 黄老师就劝校外新来的学员 在自己家附近 找个比较好的地点练功 这样也方便大法的红船 会使更多有缘人了解大法 回忆着一桩桩一幕幕 练功点公有的音容笑貌 在一起练功的祥和场面 仿佛还在眼前 那位突然腰部剧痛 用了一个小时才上了小车 但在坚信大法的正念下 腰痛不治而遇的叔叔 那位身材高大 身板笔直 说话底气十足 全家修炼 欢迎大家去他家学法交流的 工人大叔 那位和我丈夫多年不和 练功后知道浴室要忍的阿姨 那位平时喜欢游玩 不情愿给儿媳妇看孩子 但是练功后知道自己要做好婆婆的阿姨 那位原来学密宗 后来认定法轮功是真正的佛法 坚定修炼的大学职工 那些默默练功 默默做好人的众多工友们 那些乐于助人 热心红法 学习优秀 互相帮助的青年学子们 你们现在都好吗 在大法遭受中共残酷迫害的二十多年中 我们失去了联系 校园里曾经的那些工友们 你们还在坚持修炼吗 还在红传大法吗 愿我们一如既往 好好修炼 同时让更多的人知道大法的真相 让更多的人受益得救 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请听交流文章 题目是 我们的这朵小花顽强地开了起来 作者 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 2024年6月3日 2021年3月左右 我遇到A同修 他当时为了给同修 送明慧周刊和真相期刊 每周要往返坐车两个小时 当时正值中共病毒疫情期间 坐车得扫码 很不方便 他问我 能不能在附近 找一位能提供资料的同修 我随即找到了B同修 B得知这一情况后 当即表示 愿意承担这一责任 他说 明慧网早就要求资料点遍地开花 现在疫情这么重 没有救人的资料可不行 如果我们自己做资料 还能给A同修减轻负担 这是机缘到了 这事儿我愿意做 在同修的正念中 资料点的筹备工作开始了 起初 B同修说自己出钱购置设备 但偶然得知 周围同修手里 有闲置的打印机和电脑 所以设备很快就凑齐了 接下来就是学技术 这下遇到了难题 因为我在这二十多年里 多次遭到邪恶的迫害 很多同修不敢接触我 怕我还像以前那样不理智 给同修带来危险 而我又参与了组建资料点 所以同修接触我们有顾虑 好不容易技术同修 同意在外面见我们 结果在寒风中 说了两个小时也没说通 当时我心里虽然不是滋味 但是我没有愿同修 只怪自己以前不理智的行为 给同修造成的心理压力太重了 回来后 看着机器无可奈何 我们商量后决定 就请常人技术人员给弄吧 我们做的是最正的事 一定没问题 想到就去做 在师父的加持下 我们找到了合适的常人 做好了所有技术方面的准备工作 机器终于可以正常运行了 但是使用时间久了 机器会出问题 没人维护就得停下来 我们交流后 共同请师父加持我们 就把机器拿到修理部去修 我们坚信 在师父的看护下 不该出现的问题 绝对不会出现 就这样 我们的这朵小花 顽强地开了起来 B同修的经济条件不是太好 但是他仍然省吃俭用 自己出钱买耗材 实在周转不开了 才接受我和A同修的资助 在这个过程中 布什就有同修找到B同修 问他 我还在参与资料点的事吗 得知我还在参与 就极力劝阻B同修远离我 一时间 给B同修造成的感觉 是资料点不停下来 马上就会出事一样 最后B同修压力太大 不得不去孩子家里住了一段时间 B同修到了孩子家 环境安定后 他大量学法向内找 发现出现的这些事 都是冲着自己的怕心和顾虑心来的 他想 我离开资料点 这不是上了邪恶的当吗 把所有的压力 都留给另两位同修来承担 这不是太自私了吗 师父在经文至越南学员中说 坚定的修炼人 心不动能至万动 师父也点话B同修 在发正念时 同修看到一根扁单和两个竹框 B同修悟道 这是师父让他担起这份责任 B同修心里对师父说 这是我的责任 请师父放心 我一定听师父的话 完成好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 在法上提高后 B同修回到家 小花又开了起来 我们三个同修通过交流打成共识 无论遇到任何事都当成好事 听师父的话 不怨不恨 在矛盾中就找自己 学法修心 提高心性 出现的任何事 都是对我们正念的考验 对意志的锤炼 我们一定坚定正念 让小花稳定 纯正的意志开下去 师父的新经文 《为什么会有人类》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发表后 我们和明慧期刊放在一起 大量地发放给世人 直到现在 一直没有停 使大量的世人 在最短的时间内 看到了师父的法 我们悟到 这两次讲法 是师父对世人的无量慈悲 作为弟子 把师父的讲法送到世人的手中 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 随着我们心性的提高 周围的环境也在发生着变化 技术同修不再排斥我们 去年还给我们送来了快速双面打印机 大大提高了效率 在资料点的运转过程中 只要打印机有问题 技术同修都会在最短时间内前来修复 无论什么天气 什么时间 只要需要随叫随到 而且都是自己出路费 出钱买配件 并从不在资料点吃喝 多好的同修啊 师父也给我们安排了一位电脑技术方面的同修 每次都能在电脑出状况时 及时配合修复 从而保证了资料点的顺畅运行 我们都知道 这是师父的慈悲安排 使小资料点能一直稳定运行 多多救人 我们三个直接参与的同修 在学法实修中形成整体 互相提醒 如果看到不在法上的地方 及时互相指出 及时修正 A同修每天都破网 看到新版真相资料及时下载 拿到资料点打印好后 第一时间就交给传递和发放真相材料的同修手里 发给世人 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 我们就是要注施正法 救度众生 无条件完成自己的责任和使命 我们就是要听师父的话 做得更好 效率更高 救更多的人 自资料点开始运作以来 无论是严寒酷暑 还是连天学语 只要救人需要 我们都能做到及时把真相资料送到同修手里 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 我说大法弟子了不起 在这场如此严重的迫害中 你们还在向世人讲着真相 救度着众生 你们救度的那些生命 大家想想 那是简简单单的 普普通通的一个人吗 如果他真的对应着庞大的天体 你对他讲清真相的时候 你救的就是一个庞大的天体 庞大的生命群 救的是一个主 一个王 从这段讲法中 我们悟到 救人是多么重大的一件事啊 师父早就安排好了一切 我们就是在正念中 按照师父所要求的去做就行 真正救人的是师父和大法 今天的世人都是师父的亲人 对任何人 我们都不动负面思维 就是给他们创造得到大法真相的机会 把得救的机缘送到世人眼前 过程中 也有面对干扰心性不稳的时候 这时我们就坐下来学法 发正念 切磋交流 提高心性 排除干扰后 应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们始终坚定一念 救人是师父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使命 是神圣而伟大的 谁都不配来干扰 能在这一历史时刻承担起这份责任 是我们无上的荣耀 我们经常和做资料的机器设备沟通 告诉他们 你们也是为法而来的 是救人的 做好资料也是你们的使命 这样做了之后 机器运转得越来越顺畅了 2023年中秋节的前一天 毕童修的儿子打电话来 说要回家过节 并要在家住一段时间 童修当时心里就急了 当时家中摆满了设备和做好的真相资料 根本来不及收拾和转移 毕童修给师父敬了一炷香 求师父说 师父啊 早年弟子被迫害 家人承受了很大的痛苦 孩子回来看到这些东西会吓着的 这些东西我拿不走 家里就这么大地方也藏不住 请师父帮助弟子化解吧 第二天 儿子一家人回来了 神奇的事发生了 儿子整整在家待了七天 东西就在家里摆着 他们就像看不到一样 什么都没问 过后同兄们都说 太神奇了 心里充满了对师父的感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题目是从思想上根本的转变过来 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3日 我们在修炼过程中 也是在不断地转变思想 不断地从旧礼中走出来 不断地排除和否定旧势力的安排 同时证实大法 救度众生 A同兄被警察跟踪监视 他开始是躲着他们 不管怎么躲 他们还在跟踪 后来他直面跟踪的警察问 你们是在找我吗 你叫什么名字 警察却说不是 这样做了之后 警察由紧紧的跟踪 变为远远的跟踪 一天晚上 他与丈夫到火锅店吃饭 天气冷 火锅店里的客人特别多 需要排队 在等候中 他到处找有没有警察跟踪时 看到对面的商店门口 那个经常跟踪自己的便衣警察 正在一边盯着他 一边冷得跺脚哈气的 他马上心生怨气 还在跟踪大法弟子 这么迫害大法弟子 怎么不动死你们 此年一出 传出火锅店老板的喊叫声音 那胖子往后不用等了 指的是他丈夫 没有你们的座位了 他一听心中一惊 没有座位就是没有果位啊 难道我做错了 我做错什么了 一时真想不出来 他请师父点误一下 脑中闪出一念 一亿年 他立马想到救世力一亿年的安排 在这一亿年的安排中 他们被安排了当警察 不是他们怎么坏 而是救世力安排的角色 其实他们很可怜 他们被安排干这个角色 怎么得救啊 而自己有幸能当上大法弟子 瞬间 眼泪刷刷地往下流 泪流不止 这时传来老板的叫喊 门口那两位 这边正好有一个两人的座位 你们可以入座了 他丈夫赶紧拉着他过去坐下 这时他不想在这吃饭 跟丈夫说 想早点回家 怕冻坏外面的警察 可是丈夫不同意 他们坐下后不久 只听外面来了一帮警察 一进门就大喊 老板 我们要一个九人的桌 还有两人没来 我们终于完成任务了 可以下班了 他一看正是外面跟踪他的警察们 自此以后 再也没有警察跟踪他了 这件事情从此也了结了 就像剧本演完了一样 通过这件事情我悟到 面对这种事情 我们不能采用人的办法 什么躲着走呀 不出门呀 与他们争斗 怨恨他们等 都不行 得从法中找答案 才能否定救世里的安排 我们看到的表面上 跟踪监视不是真相 不是他们坏 而是历史上救世里的安排 这种安排是灭的表现 众生无力改变 只能是顺着这个灭的潮流 往下走 无力回天 只有大法能解大结 我们大法弟子 不能顺着他演下去 那样不能救人 大法弟子是众生得救的 仅有的唯一希望 当大法弟子能在法上看问题 慈悲对待时 师父就能解开他们的劫难 就能让他们走向未来 大法弟子如果不能从根本上 把思想转变过来的话 老认为是警察不好 老盯着表面的监视 监听跟踪等 迫害表象本身 就会被迷在其中 就不会看到真相 只有站在正法的角度上看 站在法上看 站在高层次上看问题 才能看到真正的正法里是什么 注尸正法 救度众生 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正法时期的一切 都是大法在主持着 是大法师父说了算 一切都是为正法而存在着的 现在的时间 也是为正法而延续的 不然旧宇宙的一切 早已经不存在了 一切众生 无论是什么境界 无论层次多高 无论是扮演什么角色 都是为得救而来 都是为等创世主救度的 个人体会不妥之处 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题目是 对同修的离世 看到的一些表面现象 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王 2024年6月2日 近几年 我弟大家都认为 很不错的一些同修离世了 令人痛心 就我看到的表面现象说一说 有不对的地方 请同修 原谅执政 前几日 借到消息 一位在我弟住一段时间的外事同修 因病业离世了 三年前 他在医院检查出的诊断结果是子宫癌 经同修介绍 想到我们这儿参加集体学法练功 调整调整 这位统修 我们称他为胖介 在我家住期间 通过交流 知道了他的一些情况 他和丈夫都是1999年前得法的老学员 在当地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协调中付出了不少 大法被迫害后 夫妻俩一直走在前面 一次 当地公安要抓捕他们 致使他俩流离失所 女儿要出嫁了 他不敢暴露身份去送女儿出嫁 很犯愁 觉得女儿一生就结婚一次 没人送 觉得对女儿愧疚 就去求助当地的一些同修 帮个忙送姑娘 女儿结婚那天 结果不知什么原因 同修一个也没来 他的心一下来个落差 怨恨气恼 不平全上来了 觉得这些年为同修付出了那么多 求你们这点事都不帮忙 决定搬走 不接触了 后来他和丈夫被绑架 他因检查出癌症没被关押 他丈夫被判重刑 他就去外地买了房子 独修起来了 时而接触同修 也不融入整体 接着给女儿带孩子 儿女情长也就不太精进了 直到身体出现状况 才着急惊醒 毕竟是老学员 我们指出他的执着所在 他能接受 也发自内心地想在法中修正自己 但多年没事修 对两个外孙情很重 生活将安逸 多年的抱怨心 这些执着去得很慢 身体时好时坏 四年了 师父一再给机会 在他离世的前一段时间 我和独修去他那儿两次 交流中 看他的正念和信心不是很足 他好像有目的地 让女儿带他去监狱 见了他丈夫 多年没见了 他丈夫见他消瘦憔悴的身体 掉泪了 很遗憾 胖姐才62岁 没能走过来 可见怨恨心 是一个很大的楼 我们旁边小镇的一位女同修 被非法判刑七年 这位同修性格内向 不善言辞 大个儿 相貌标志 婚后丈夫对他疼爱有加 衣食无忧 可算是幸福家庭 他在监狱中 丈夫耐不了寂寞 找了女人 与他离婚了 这对他来说 是重重的打击 心里生出了 对丈夫的怨恨 他没有工资 出狱后 他去了弟弟家照顾父亲 后找了个保姆工作 干了两年多 这位同修在监狱 遭受了残酷迫害 信誓信法 坚定地走过来 救世里 却找他的软肋下手 用亲情来撼动他 表面上看 他能放下对丈夫的情 话语中带出内心深处的情和怨 在同修间促成一些误会的事 那是要提高了 他也流露出了怨恨心 后来身体不适 女儿强逼他去医院检查 确诊是肺病 这时他清醒了 否定迫害 没有当成病 加强发正念 向内照 曝光自己的执着 医院检查肺部的假象好了 救世里又给他加码 随之他的丈夫有病了 而且挺严重 他女儿又要照顾母亲 又要伺候父亲 这时同修的情上来了 虽然与丈夫离婚了 但是多年的夫妻情冒出来了 尽想他的好处了 怕丈夫病重失去性命 怕女儿没有了父亲 就动了替丈夫承受病业的危险念头 忘记了大法弟子的业力 是因为修炼 师父替我们承受了 他丈夫的病好了 可他却倒下了 后期 我弟统修把他接到家里 加大力度发正念学法 指出他不该动的错误念头 晚会承诺 他神志不清时 经常说些听不懂的话 中美能破除旧事例的安排 被夺走了性命 一些学员离世 我们从学法中知道 有的是在历史上 和旧事例签过约 在正法时期让他早走 考验其他的大法弟子 从另一方面讲 有的学员在修炼上出了问题 我们看到大多有这么几种情况 长期怨恨心不去的 不敬师 敬法的 反色欲的 资金出问题的 师父在《精进要治三》 警醒中说 修炼就是去人心 去人的执着 一些学员在正式法的过程中 用人心做事 从中满足着自己的喜好心 当不被采纳 或被指出不足时 又生出怨恨心 甚至不惜干错事 大有不搅乱事情 不解憾的心态 与我要的大法弟子 相互配合好 正式法 救度众生 背道而吃 师父早就看到 弟子中存在的问题 多次在讲法中告诫弟子 离世的和处于病业中的同修 多数有怨恨心的因素 有一病业同修 后来离世了 去他家发证念试 看到他把师父法相和书 放在破旧的屋子里 杂乱物什么都有 简直就是仓库 还有的同修抄法 用什么本子的都有 书品还有图 名字 格式 字行和转法轮都不一样 抄过也不校对 即使校对过也有错误 同修抄法的心是好的 想加深记忆 可是 我们修的是宇宙大法 抄错了就属于改动法 也是属于乱法 有很多同修都没意识到 我们下乡时 还看到一对老年同修 把师父法相放在卧室里 不修炼的孩子们 回来睡在床上 一切都面对师父法相 这是大不敬 我们指出时 他把师父法相挪走了 就是离看到了师父度弟子的艰难 为弟子承受的一切 有的血缘却对师父不敬 有意无意地 做了一些不敬师不敬法的事 被他们抓到了把柄 认为你不配当大法弟子 就淘汰你 当然师父是不承认 救世里的安排 师父给学员安排的路 都是能走通的 也给学员改过 重新做好的机会 如果大法弟子正面正行 救世里 就无从下手 师父在2003年 元宵节讲法中说 那么 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们 要是对师父不尊敬的话 按照宇宙的理想 那是错的 那么救世里 就会因此 而钻空子 毁掉你们 他们抓到了 最大的 毁掉你们的把柄 因为他们看到了 我度你们的整个过程 有的统修 长期在一起 配合做正式法的事 日久生情 动了色欲心 有的统修 离婚再婚 还想过常人日子 在一起生活 却不办结婚手续 这样的行为 怎么正式法呢 师父在各地讲法时 曼哈顿讲法中说 大家想想 宇宙中的神 看到大法弟子 干这种事的时候 他们会怎样对待你 用他们对一个 将成为神的人 标准要求 你一旦干了这种事 有多么可怕 一旦谁在这方面做错了 全天的神都会认为 一定要把你打下去的 是绝对不能认可 绝对不能承认你的 所以你在今后碰到的难 有很多因素 是那些神 他根本就在往下弄腻 你说这给修炼 制造了多大的难度 在明慧网看到 有的资料点被邪恶破坏 被警察借走十多万 几十万资金 很令人痛心 在资金上 统修一定要合理安排 师父在各地讲法13 2014年 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 很多大法弟子的项目 你说以大法弟子的项目出现 你的资金却管理一片混乱 我说的这是大多数啊 它是个问题了 那就是利要找麻烦 你们有些人已经在这上出问题了 自己还不觉醒 还不重视 我看你咋过哪关 师父在各地讲法13 2015年 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 今天在这关键的历史时刻 那一分钱 一点点 都透着一个修炼人的境界 心态 执着 圆满和 不能圆满 修炼是非常严肃的 宇宙正法到了最后 有这些执着的同修 赶快走出忍心的羁绊 希望同修看到问题 能及早地善意指出帮助 我们同节圣缘 生息在一地 曾同生死 共患难 在正式法的路上 走过了那样艰难的岁月 当珍惜 师父为我们付出了所有 盼望我们能相互配合 向内照 修正不足 整体升华 不留遗憾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题目是 亲历1998年北京电视台和平上访 作者北京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30日 我是1993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北京大法弟子 今年82岁 在师父的一路加持下 走过了风风雨雨30多年的修炼路 转眼之间 513世界法轮大法日这个喜庆的日子过去了 5月31日就要到了 让我回想起24年前的此时 自己亲眼见证了数百名大法弟子 齐聚北京电视台 维护大法的伟大壮举 感慨万千 那种真诚纯净 善良平和 是慈悲的师父 把天国世界的美好 带到了十恶俱全的污浊人间 让善良的人看到了希望 珍贵无比 让人永远难忘 第一部分 5月30日 亲历北京电视台和平上访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 北京电视台和平上访事件始末 1998年5月23日 北京电视台北京特快栏目 利用记者采访北京预冤谈法轮功练功点 学员们介绍修炼法轮功的好处的镜头 播放科匹合作修 对法轮功的诽谤 称法轮功为封建迷信 误导民众 节目播出后 北京及河北数百名法轮功学员 或写信 或直接到北京电视台讲真相 指出节目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 1998年6月2日 北京电视台在了解情况后 承认上次关于法轮功的节目 是建台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失误 并解聘了一名责任人 不过到了1999年7月20日 中共开始公开迫害法轮功 中共喉舌又歪曲了北京电视台上访事件的真相 1998年紫竹院练功典人数很多 大概有八千多名学员 分成了牡丹亭和西南门两个练功典 大概有几十个学法小组 我当时是紫竹院练功典的辅导员 我所在的西南门练功典就有两千多人 1998年5月30日早上 在集体练功结束后的八点到十点 是我们辅导员一起学法的时间 这天学法时 我们讨论了北京电视台诽谤之事 大家觉得应该维护大法 明后两天去北京电视台讲真相 北京电视台在花园桥北面 离我们练功典大概两三占地 所以同修们能骑车的骑车 不能骑车的就坐公交 或者步行前往 我们学法小组有九个人 除一位同修 因为老伴有病走不开 没有参加外 其他八个人都去了 其他小组应该没有去那么多人 这正说明法轮功没有组织 我们就是把事情告诉同修们 去不去完全由自己决定 没有什么强迫命令与措施 最后据说到北京电视台上访 只去了七八百人 只占北京平时练功点人数的 很小一部分 当时仅紫竹院练功点 平时就有八千多名法轮功学员练功 第二部分 5月31日 北京电视台上访 人山人海 1998年5月31日 早上练完功后 我就和一位老同修 一块儿骑车去了北京电视台 我们不到八点就到了 当时人不多 还不到十个人 紫竹院的副站长嘱咐我们几个辅导员 尽量少说话 保持安静和平和 八点后 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过来 开始摆大圆桌子 大概有十七八张 看他们人少忙不过来 我和一些同修就帮他们摆凳子 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法弟子 陆陆续续到了 北面一拉溜下来坐满了 时不时有记者来回走动 照相 我因为来得早 就坐在西头第一张桌子那儿 一直到上午结束都没动地方 负责接待我们这张桌子的是个年轻小伙子 手拿着一个照相机 我们上前问他 你是记者吗 你看法轮功有什么不好啊 这么多人练功身体都好了 这不是造福老百姓吗 他使劲点头 身表同意 自始至终他都站着 给他凳子也不坐 我们大家十几个人围成一个圆圈 你一言我一语 共同交流大法的美好和神奇 谈自己得法的心路历程 得法前后身体和心灵的进化和升华 以及在社会上 家庭中 工作岗位上 如何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的 年轻的记者一直静静的听着 第一个发言的是个老太太 她说 法轮大法就是好 以前自己的满口牙老松动 吃不了东西 又肿又疼 练功后牙也不松了 再也没有疼过 第二个发言的是和我一起来的同修 她就坐在我身边 她为人正直善良 是占有文工团的老文艺兵 患有多少年的耳鸣症 听什么都特别费劲 学法练功后 不知不觉神奇的好了 家里的孩子和老街坊们都问她 哎呀 您是怎么回事 怎么我们小生说话 您都听进去了 真是神了 她自豪地说 我就是练法轮功练好的呀 要不您也和我一起练吧 同院住的老太太肾不好 尿频和她一起练功后都好了 还有一位记医生 得肾结石多年 修大法后身体健康 性格开朗 彻底告别了药罐子 天天乐呵呵的 亲身体验到了 无病一身轻的幸福和美好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 都是在说亲身见证的法轮大法 给自己和家庭 单位和社会带来的美好与神奇 这位记者听了很久很久 等大家都说完后 他就又到另外一桌 年轻人较多的组去听了 上午11点多 我和认识的同修一起骑车赶回家 去给家里人做饭 第二天 就是1998年6月1日 参加晨练后 我把录音机送回家 又骑车往北京电视台赶 八点多到的 这见四面八方来的人特别多 挤都挤不进去 外面南北两条马路 两边也都是 简直是人山人海 当时电视台台长发话说 里头人太多了 不让进了 我就来回巡视 维持现场秩序 大家都很着急 想知道里面的情况 了解事情发展的动态 后来 外面的同修都静下心来 和周围认识的 不认识的同修 一起切磋交流起来 只听身边时不时有人说 到底是怎么了 法轮功挺好的 真是达到了去病健身 还教人做好人 多好啊 社会上还怕好人多吗 在这种特殊的场合 不同地区的大法弟子 有缘聚在一起 交流修炼心得体会 等于是一次 稀有难得的神圣法会 只不过组织者是北京电视台 不明真相的工作人员罢了 回来的路上 大家一边骑着车 一边共同讨论 为什么电视台的人是非不分 颠倒黑白 给大法造这么大的谣言 这事必须要弄清楚 给大法和大法师傅一个交代 一定要让他们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彻底改正 还大法清白 说起当时对北京电视台上访的认识 由于我是修炼多年跟过师傅般的老弟子 因此没有丝毫的怕心 心里一点也没有装着自己 当时就是想 法轮大法是正法 我的生命都是大法给的 师傅是被冤枉的 作为弟子 在这个紧要时刻 就应该挺身而出 正实大法 维护大法 弘扬大法 第三部分 我是全宇宙最幸福的生命 一个多月后 师傅发表了挖根和为谁而存在两篇经文 通过学习 我更加明白了学法练功 个人修炼 与正实大法 维护大法的关系 第二年 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四二五中南海万人和平大上访事件 当时参加交流的大法弟子 一个不落的全都走上了俯右街 没有自行车的都是走着去的 大家放下了人 走向了神 紧紧跟上了正法的进程 我想 作为大法弟子 每个同修都应该去弘扬大法 证实大法和维护大法 参与和不参与 就是不一样 没趣的人 无非是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如何如何 而没有突破阻力 不去参与 你就无法真正理解这件事的深刻内涵 参与的人 有师父一路保护 一路加持 一步一个脚印 踏踏实实 平平稳稳走到今天 感恩师父 让我有幸参与了1998年北京电视台上访 证实同时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圣与美好 1999年7月 邪恶迫害大法后 我曾经和同修一起到天安门城楼上 打开法轮大法好的横幅 证实大法 2015年5月 在宿江大潮中 我和周围的同修 是第一时间将宿壮投递出去的一批北京大法弟子 在师父的加持保护下 迫害对我没有任何影响 一路坚定修炼 走到了今天 谢谢师父 经常有人问我 老太太 你怎么哪儿都敢去呀 你怎么什么都不怕呀 我说 我就是不怕 我是全宇宙最幸福的生命 因为我有师父 因为我有大法 因为师父说过 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 谁能动了你 就能动了我 说白了 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 选字转法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题目是 由街头巷围的吹奏 说强势 作者 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1号 今年来街头巷围出现了不少吹奏爱好者 每晚都在外面吹着各自心仪的乐曲 陶醉其中 我在楼上有时想尽心好好学法发正念 不时的被他们高分贝的吹奏声干扰 不免觉得有些心烦 甚至抱怨几句 昨晚出门 我又看到有个吹奏的人 在街边的小空地 用高音扩音喇叭 放大着自己吹奏的乐曲 还伴着炫彩灯光照明 好想生怕别人看不到 听不到 不知道他吹得好似的 我心想 你怕干扰左邻右舍不在屋里吹 到外面吹就行了 还扩什么音 炫耀什么 这就是噪音污染 这时 我忽然想起师父的教导 师父让我们事事向内找 时时修心性 我就想 让我看到这些是去我什么心呢 强势 这就是强势之心 只考虑个人的喜好与感受 没有考虑到周围人的感受 我想到 这几天与一位新认识的同修在一起学法 这位同修学法的心很虔诚 一直都做得笔直 双盘腿 端捧疏于胸前 但是他有个习惯 就是每次读错了 别人给他纠正时 他都要把读错的句子重复两遍 虽然态度可嘉 但我听着并不舒服 因为和别的同修一起学法时 有人读错字了 别人给指出后 一般都是纠正过来 就往下接着读了 读错就已经影响一起学法同修听法的连贯性了 所以都是更正过来 马上继续读下去 可这个每次重复两遍的同修 让我看到的 是不是也是一种潜在的强势呢 我想起一位同修写的心得交流中说 台湾人的日常生活中 在许多集体场合 想让别人做什么事实 一般都先争取别人的意见 如果别人不愿意 很自然的就放弃了 不勉强对方 在中国大陆 从上小学时 每年的联欢会 班里让同学们自愿为大家才艺表演 就经常听到 有的同学被大家轰起来 某某某 来一个 某某某 来一个 弄得人家不想表演都下不来台 大陆也有很多成年人在一起喝酒时劝酒 勉强对方 这不都是一种强势的党文化表现吗 我是一个修炼中的人 很多理根本就看不透 只是当时觉得对 就想强加于人 让别人也认可 而且 我还有一个一直没有修掉的性格特点 觉得一下子爆发出来才痛快 表现出来就是说话丧门大 急于表达自己的意见 这种急于表达 胜于聆听别人的意见 这不就是典型的党文化 强势的表现吗 这和那些 非要把自己吹奏的乐曲 让路人都听到的吹奏人的表现 有什么不同呢 所以让对方感觉很不舒服 这正是我 该修取的地方 自己遇到什么不称心的事实 特别是当周围的人所作所为 影响到自己的时候 有意无意地挨小声抱怨几句 讨厌 烦人 这不正是不修口 抱怨心的表现吗 这也是修炼人 非常应该修取的一颗心呀 师傅在各地讲法13 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 修炼哪 什么叫无漏啊 没有小事 我就把这几天遇到的这几件事的感想写出来 旨在与同修共同提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屏幕是 修去寂寞心 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 2024年6月2日 我是一个有四个女儿的母亲 第二胎是三胞胎 每当逢年过节 女儿 女婿 外孙子 外孙女儿 十几口人回到家里 聚在一起玩 姐妹们有说有笑 孩子们都挺开心 她们点喜欢吃的 我给她们做 一家人其乐融融 可是每当她们各自回家后 家里一下清静下来 我的心随之变得空荡荡的 寂寞心就上来了 回想起伺候她们四个人的月子 帮助她们一个个带孩子 她们带孩子出去玩 我不愿意去 想留在家学法都不行 必须得去给她们看孩子 现在孩子们长大上学了 上哪去玩 也都不再带我去了 我想去 却没人答应让我去 十年骨子 八年糠 都往外翻 心里很难受 那个不平衡的心 不满的心 抱怨心 各种人心 都一幕幕地往外翻 因我是远嫁 还哭得很伤心 过后找自己 这不是情吗 世尊在《转法轮》中说 有很多从情中派生出的执着心 我们就得把它看待 最后完全放得下 又想孩子们逢年过节去一起玩 或出去散散心 是很正常的事 找找自己 爱热闹 怕寂寞的心又上来了 还有羡慕 妒忌 恨的心 我发正念去除她 这样想 心里平衡了 自己也替孩子们高兴 我应该把时间放在做三件事上 多学法 多救人才对呀 在证实法 救度众生的路上 也时常产生寂寞 在疫情之前 我讲真相 发资料 都是和同修结伴去 在疫情期间 她就不去了 这几年 在夜间发资料 都是自己去 主要是在工业区 往车的门坝上插 去时发好正念 带上几十本 有一个小时就发完了 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 旺旺常常的夜空 来来往往的车辆人流 寂寞心又出来了 有同修在一起多好啊 一个人觉得很孤单 转念又一想 有诗在 有法在 不孤单 寂寞消失了 回到家 不由自主地 升起无限的敬意 和感恩的心 双手合十 仰望天空 感恩师尊的看护 感恩大法的救度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题目是 不政治 不偏离 作者 美国大法弟子 宇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4日 近日 美国发生着一些不同寻常的事 先是前美国总统川普被判有罪 接着海外一些常居主流席位的西方媒体 包括英国广播公司和纽约时报又一波风的报道了大纪元财务总监因所谓洗钱等行为被美国联邦检察官指控了事并把此事和法轮功这三个字连在一起 个人看到这些事如能正确对待我们修炼人可以修得更清醒做得更理智救人效果也才能更好 美国前总统川普特朗普历史性的受审并被判犯有刑事罪行之后 美国共和党的超级富豪们纷纷捐款支持他 BBC报道称川普的竞选团队宣布在判决后的短短24小时内就筹集了近5300万美元 其他共和党人可能也会效仿 此事包含的因素错综复杂还在发展有待观察 接种发生的大纪元财务总监被起诉之事 法律上尚未定论 但有媒体人士说 为了给电视台和报纸筹集资金 涉事者个人的确有涉足灰色地带的行为 而政府如何对待 则取决于很多选项和发挥的空间 大法弟子无论做什么都不简单 在乱世之末 如何出淤泥而不染 只有在法中修 这里想说的是 一 首先 我们应该明确 大法只有修炼 没有组织 没有经济实体 也没有商业经营 媒体公司也好 项目也好 不是大法本身 而是法轮功学员个人或个人的群体 为救人讲真相而设立的 是个人行为 二 媒体公司等个人组织 是为反迫害 讲真相而成立的 如果中共不迫害法轮功 不对亿万法轮功学员及其家人 民意上搞臭 经济上截断 肉体上消灭 不制造天安门自焚 欺骗全中国人仇恨和惧怕法轮功 那么海外的这些媒体公司也好 各种自发性的非盈利组织也好 都没有必要 也不会发生 没有中共的迫害 法轮功学员都会在各自的常人工作 学习中 默默无闻地提高心性 逐渐达到真善忍法理 对每个修炼人的标准 无需从零学起 经营媒体公司 三 但是迫害毕竟发生了 而且持续了25年 还没有停止 连自由社会的媒体们 都不报道法轮功真相 而是或转载中共的抹黑宣传 或为了利益不发声 闷声发大财 那么各行各业的海外法轮功学员 自发组织网站 电视台 报纸 就都成了必然和刚需 同时 办媒体救人需要巨大的资金 资金从哪里来 25年来 所有掌握巨大资金的企业 组织和政府 只要是想和中共做生意的 都不敢给法轮功钱 办公司的学员 只能自己想办法 那么 想办法时 就需要足够谨慎 理性 智慧 要了解社会和民情 否则就会被人抓把柄 殃及大法的声誉 我们修炼人都知道 常人不受金钱和感情支配很难 常人已经习惯了以恶制恶 成者王侯 败者贼 共产党的斗斗斗 利用的就是人性中的恶 在魔鬼统治世界的环境中 启发善念 必须要具备更大的善念善行 四 媒体责任重大 因为做媒体 自媒体 等于掌握了话语权 可以随时面对广大公众发声 那么在为讲真相而成立的媒体公司里 修炼人是否做到了充分的节制和理性 是否有来自大法的智慧 这对媒体的救人效果和社会性就至关重要 我们既然不受利益左右 不为金钱和权势收买 那就无欲则刚 我们有条件比常人媒体更理性 更有原则 更圆融地做 西方社会的文化鼓励独立思考 人们养成了不止听你说什么 还要看你做什么 怎么做的习惯 我们的媒体 大家也都在看着 媒体做什么 怎么做 对社会和公众 都是身体力行的示范 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修炼人讲究的道德风貌 文化水准 精神境界是什么 所以在具体问题上 比如党派问题 只有不左不右 不红不蓝 才能长居道中 五 最后想提醒的一点很基本 也从来没有变过 修炼人不政治 因为修炼人不政治 所以即便我们谈论政治 也是以论道为出发点和目的 换句话说就是 鼓励善念善行 广结善缘 为了世人明善恶 明白法轮大法好这个真相 即便是用新闻手法 经营手段 我们自己有原则 严格要求自己 才能体现道的力量 法的智慧 才能激发人的善念 而不是激发恶念 才能化敌为友 而不是树敌 我们自己做好了 明白人都会选择善的 因为选择善才有未来 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环境 就是讲修炼 讲使命的 无论做什么项目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不政治 不偏不倚 讲原则 广结善缘 善意的缘容 我们能缘容的一切 以上是个人能想到的几点 先写出来 拋砖引玉 善意提醒和分享 各位听众 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 就为您播送到这儿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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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